这个草在我们本地的话 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中草药 它的根部把它剪下来 就是我们本地的土党参 在我们这个区域是不产党参的 古时候交通运输非常不方便 但是当地人民如果要补气的话 必须要有替代品 那么这个其实它就是结梗科属的一个植物 那么作为这个党参来用 它有另外一个名称叫金钱豹 我们把它地上的部分去除掉 这个白色的部分就是我们要用的土党参 那么它和我们平常用的党参有什么区别呢 其实它的功效和党参是很类似的 第一它能够易气健脾 第二它能够润肺止咳 还有一个特殊功效 就是它有助于奶水不足 能够下奶水 这是它主要的三大功效 如果我们把它的这个枝条折断了 或者搞破了 它就会分泌出这种乳白色的枝叶 这也是辨认它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另外呢我们再看它 首先它是一个藤状的植物 从这个根部出来可以发出多条藤 它的叶片是这种新型的叶片 虽然它看起来很不齐 但是其实它的功效是非常好的 在你们家乡有见过土党参吗